江华县政府针对县内排水瓶颈及烟水区段 办理护案改善 县长王惠美9日前往二林镇 关心万新排水及沟头排水等三案改善工程 希望能加紧施工 彻底排解烟水区段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今年我们江华县政府 针对我们区域排水的应急工程 总共有策略1亿3千5百万 感谢立委 感谢公司的配合 让我们的工程可以完成来施工 希望我们完成了以后 针对我们经济的 益烟水地区可以获得好的改善 在这次的大火过程中 已经有达到不淹水的效果 所以目前理想的说法是 已经让民众放心一半 我们希望进化施工之后 让民众更放心 确保他们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首先要感谢我们县长 对二林地区的一个关心 大概每次的我们的提报的计划 还有地方的需求 他都认真的看到 而且执行的很彻底 那在最后还是要请各位 这个公共设施还是我们 民众必须要去共同维护的 希望在进攻品质 能够做得更好的以外 完工后大家好好来维护 今天感谢我们房县长这么辛苦 百忙来会堪 希望往后能够还有 后续它是一个很实质 需要改善的我们的县长 还有县府团队都会努力处理 我们所有的外族里民 所有的农民感谢我们的县府团队感恩 事逢迅期大雨频繁 万新排水及沟头排水 时常造成土壤流失 一烟情形 县府积极向经济部水利署 争取经费进行改善 期望能提高区段通红能力 减少局部一烟情形 让县民能安心生活 促进地方发展 公益频道许韦珍20采访报道